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 美国和中国最近就压制全球气候变暖作出的决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庇 星期四,克里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作出上述的表示 从12月开始,来自200个国家的代表团 围绕着压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一项新协定展开谈判 这项新的协定将会取代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于2012年期末 举行利马会议的目的是为明年12月巴黎会议制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做好准备 上个月,美国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协定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牌放国